第四章 林彪的班底 奇特的组织 维护林彪地位的组织叫军委办事组 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 可以说是军队的文革小组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的标志是两次组织变更 第一个标志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 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篇章里说了 第二次组织变更 就是中央军委办事组代替中央军委 只不过军委办事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显眼 没有干那么多荒谬的事情而已 毕竟都是军人 一厢天开的事情少些相对靠谱 1954年 抗美援朝结束之后 一切转向正轨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 即9月28日 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 由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邓小平 罗荣环 徐向前 聂荣真 叶剑英 十二人组成 就是未来的十大元帅加上毛泽东和邓小平 两天之后 军委设立了秘书长 由黄克诚担任 庐山会议之后 彭德怀 黄克诚等人IT 军委改组 新军委扩充为21人 军委主席是毛泽东 副主席为林彪 贺龙 聂荣真 罗瑞卿大将为军委秘书长 苏振华上将 肖向荣中将为副秘书长 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由林彪兼国防部长主持 当时国防部的十位副部长 除了南京军区的许氏友上将和廖汉生中将之外 其他八位都是中央军委委员 随后一系列政治运动 基本上没有冲击到军委 只有小的调整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军委发生最大的事 就是谭政大将被错误批判 文化大革命打响之前 作为第一炮 罗瑞卿被拿下 罗瑞卿当时除了是总参谋长 还是国防部副部长 还是军委秘书长 相当于说 使军委经历一次地震 地震之后 军委再一次调整 1966年1月份 曾补陈毅 刘伯承 徐向前 叶剑英 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5月23号 中共中央决定 叶剑英兼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日后叶剑英也在2月逆流中被批判 文革闹起来之后 毛泽东主张不再设立军委秘书长 理由是 秘书长是个怪物 秘书带个长 放体真是像 黄克成 罗瑞卿都没有干好 以后 军委不要设秘书长了 国务员留一个 军委秘书长 原本是要处理日常事务的 也就是干活的 没有那个职位不要紧 活得有人干吧 作为军委负责人的林彪 就换了一个名字 叫军委办事组 代替原来军委秘书处 但是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职务取代 当时文革风暴正忙 军委老帅们IP的IP 再加写检讨的写检讨 没有时间和精神 以及客观条件 来执行权力和履行义务 大权基本上被军委办事组拿去了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 军委办事组组成 由吴法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叶群林彪办公室主任 邱惠作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张秀川海军副政委 吴法县负责领导 时间是1967年8月17号 一个月之后 经周恩来提议 中央文革决定 由戴总长杨成武兼任组长 吴法县任副组长 成员又增加了李作鹏 和其他几位相当于群众演员 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 军委办事组还是军委下属分支 接受军委领导 但是军委老帅日子相当不好过 戴总长杨成武按规矩办事 该请示老帅们还是去请示 该向老帅们汇报工作还是去汇报 然后杨成武被打倒 中间涉及到杨 于 傅事件 这个在周恩来篇章里再谈 当时讨论继任者时 毛泽东比较倾向于皮定军 林彪没有接话 沉默许久之后 提议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 毛泽东也没反对 还说了一句 永胜永胜永远胜利 最后说 那就让黄永胜干吧 林彪表示 让黄永胜代理一段 毛泽东说 你觉得行 就不用代理 直接干吧 于是 黄永胜出任总长 同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 这样军委办事组 就成了林彪团队的天下 1968年3月28号 毛泽东和林彪接见黄永胜 吴法县 温玉成事说 军委就是办事组 4月1号 吴法县宣布 军队重要文殿 今后不再抄送陈毅 徐向前 聂荣贞 叶剑英 刘伯成等军委常委 五天之后 黄永胜在谈话中说 今后打电报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 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 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从此之后 彻底架空了中央军委 正如之前中央文革小组 架空中央政治局 而且办事组的几个新兵还写了一篇大作 叫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 作为整人教科书 用来搞臭军委常委 由于黄永胜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 以至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 其中意见最大的是他老婆 向辉方 曾经给林雕和叶群写信揭发过黄永胜 黄永胜担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长之后 那些华编新闻传播更广了 甚至传到毛泽东那里 某次开会 毛泽东突然对林雕 周恩来 康胜说 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 林雕听了吓一跳 赶紧为黄永胜辩解说 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 我看是詹才芳搞的鬼 要不就是韩仙楚 詹才芳和韩仙楚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 四野扬名立万的猛将 他们和黄永胜之间有竞争关系 林雕是旗帜鲜明的支持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后干过两件事 第一 整人 这个前面说过了 第二 准备战争 但两者的作用是一致的 整人是为了抓权 战争也是为了抓权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 边境常常擦枪走火 还在珍宝岛发生冲突 当时中央军委内部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 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 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另外还有一个小组 以陈毅前头 有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真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 几位老帅虽然IP写检讨 但本性不改 依然对战争和国家前途关心 他们得出的结论 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 因为当时世界的主旋律是苏美争霸 争夺的焦点在欧洲 苏联不可能拿出全力进攻中国 中国应该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 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 用外交解决问题 几年之后 中美建交 但最后还是军委办事组的意见占上风 因为人家有实权嘛 军委办事组落实林彪的要求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 检查一切 落实一切 那个结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按照那个要求 就要大规模扩大军工生产 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 中国那个时候都在搞文化大革命 没有心思 没有钱去搞那些 但是搞军工生产 就可以增加人事调动 就可以在调动中增加新的人手 扩展自己的势力 那些老帅们 分别被疏散到各个地方 1969年4月28号 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组长 黄永胜 副组长 吴法仙 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群 刘贤全 李天佑 李作鹏 李德生 邱惠作 文玉成 谢复志 看看吧 这张名单一共十个人 四大业战军中 第一业战军和第三业战军出身的 没有一个 第二业战军的有两个 李德生和谢复志 其中谢复志是当时的公安部长 国家机器的重要一员 参与其中理所当然 李德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放进去的 日后自有妙用 其余八个人 基本上都是林彪的人 其中 李天佑将军去世比较早 1970年 文玉成将军又被打倒了 刘贤全不是中央政治局成员 且长期在外任职 如此一来 军委办事组基本上就是夜群和四大金刚 林彪的肢体 他们和林彪一样都站在文革之风中 逆风而上 先到人生巅峰 再到人生谷底 林彪的肢体 文化大革命爆发 灵魂人物当属毛泽东 林彪和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 蒋青勉强也算一个 他们分别又有自己的力量和团队 蒋青的团队是文革小组里的那些秀才 文革吹鼓手 表面上红红火火 经常没事找事 把左右两派得罪一遍 实际上没有多少实际力量 靠毛泽东的支持方才得以存活 周恩来身边围绕着一大群老人家 经常被敲打 看起来惨兮兮的 实际上能量极大 毛泽东刚刚离世 就把江青一伙收拾了 干脆利索 林彪也有自己的班底 军委办事组内 林彪就是灵魂 林彪的耳目是夜群 夜群之外则是肢体 林彪的肢体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座几个人 这几个人有共同特点 特点之一 四野出身 林彪铁坎 四大野战军中 四野规模最大 人员最多 装备最好 四野出身的高级将领 比比皆是 55年平均衔 只有四野有两位元帅 林彪和罗荣环 占十大元帅的五分之一 大将有三位 黄克成 萧敬光 谭正 占十大将军将近三分之一 上将十九位 占57位开国上将三分之一 中将57位 占开国中将177位的三分之一 这还没算早死的陈光 高考 还没算转业的那些人 如逃柱 其中很多是跟着林副主席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四大金刚也一样 清一色四野出身 跟着林彪征战沙场 这就是林彪的实力 特点之二 级别不高 资格不老 那些人中 四大金刚处于哪个位置呢 级别最高的是黄永胜 上将 无法先 李作鹏 邱惠作几个人也就是中将 即使上将里面 论资格老 小华当人不让 论战斗力 李天佑 韩仙楚那些人都没得说 也就是说 上将里面黄永胜 并不是最优秀的 而且黄永胜本人缺点很显著 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 特点之三 他们家庭条件都不好 都需要闹革命生存 四个人中间 只有黄永胜是湖北人 跟着罗戎环参加秋收起义 其他三位都是江西人 珠毛 金刚山会师之后扩充的 有趣的是 四个人年龄相当 年纪最大的黄永胜 是1910年出生 最年轻的无法先是1915年 另外两个是1914年的人 他们参加革命时 都是16-17岁的年纪 都是为了要吃饭生存 当初参加革命那会儿 他们都是一腔热血 谁也没想过 将来会成为所谓的金刚 同时四大金刚又各有特点 论战功 黄永胜排第一 论功能 无法先排第一 论心机 李作鹏排第一 论残忍 秋会作排第一 特点贤明的黄永胜 黄永胜一辈子有三大特点 打仗 玩女人 整人 打仗就不用说 从秋收起义开始 到金刚山立次反围剿 到长征 抗日 解放战争 甚至抗美援朝 基本上都有过精彩表现 勇猛凶悍程度不逊许师友 他的开国上将的军衔 完全是靠打仗得到的 战场上的黄永胜 还有一点和许师友类似 就是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悍 当然 那年头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将军都强悍 不强悍 也走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但黄永胜是汉将中的汉将 他可以手持双枪打天上飞鸟 所谓百步穿扬不过如此 近身搏斗 能单挑好几个 广州军区司令员那会儿 还在一次部队训练中 表演过五十米开外 飞刀削树叶的绝学 如果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 应该和许师友一样成为传奇 玩女人是黄永胜一辈子的污点 不管战争环境多么困难 生活条件多么艰苦 都改变不了黄永胜找女人的习惯 抗战关键时刻 黄永胜还有时间和精神 与一个地主的女儿打得火热 聂荣真看不下去 把他好好教育一番 解放战争共军挺进东北 当时的黄永胜已经是热疗纵队司令员 高级将领了 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继续找女人 搞出丑闻 老上级罗永桓 特意把黄永胜拉过去大骂一顿 这么大年纪 这么高职务 还是不改 不要脸了吗 据说那是罗永桓在东北最大一次冬干火 可见黄永胜的能耐 玩女人和打仗一样在行 乍一看 还以为是跟高岗婚的 其实他是清教徒林彪的跟班 也许是精力太过旺盛吧 其实可以学学人家许师有吗 多喝点酒 少造点孽 黄永胜是四野猛将 但是四野猛将并不是黄永胜一个 能和他匹敌的还有好几个 像刘亚楼 李天佑 韩仙楚 邓华 洪学志等人 都不在他之下 他所以能成为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 关键还是在第三点 政治能力 或者说整人 共军里面很多将军相当有趣 许多政委出身的人打仗一点都不含糊 素育将军就是杰出代表 而有些司令出身的人 搞斗争则是技高一筹 比如黄永胜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 大家都对彭德怀群起公志 黄永胜意识到 机会就在眼前 同为四野出身的中委将军 不顾压力 替彭德怀辩解疑难时 黄永胜意识到机会来了 主动出击 除了攻击彭德怀之外 还把火力集中在彭德怀司令部成员之一 老同事邓华身上 黄永胜主持一个小组开会 搞邓华的关于反党反毛主席 和军事俱乐部问题 第一次开会时 大家是老同事 黄永胜还留点余地说 你现在还不是反党 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 可是搞出的材料 没能让领导满意 据说是林彪看了会议简报上 对邓华问题的提法 表示不满 黄永胜立马意识到 自己该怎么做了 主持第二次批斗会时 声色俱力地说道 你已经走上了反党反毛主席道路 老实交代你的反党反毛主席罪行 给人家扣帽子 当然要有证据 邓华本来就是冤枉的 随便安点其他罪名 邓华也可以接受 但是让他去反党反毛主席 打死也不堪 邓华也是毛泽东思想忠实的捍卫者 也是毛泽东的铁杆粉丝 黄永胜也懂得那个道理 他很快亮出自己的逻辑说 高鹏就是个反党联盟吗 彭皇也是个反党联盟吗 高鹏联盟中你是个成员 彭皇反党集团中你是个重要成员 你的错误性质就是反党反中央的 其他人马上附和道 实质上是这样不承认不信 这个逻辑本来就很混蛋 邓华有口难辩 留下了伤心的英雄泪 朝鲜战场上铁打的汉子 竟然在会场上流眼泪 可见斗争之残酷 可见黄永胜整人扣帽子水平之高超 黄永胜当然不会在乎邓华的眼泪 他完成了任务 赢得领导赏识 为日后升迁整人更多奠定基础 此外黄永胜还有一个政治表演者的必备素质 会做人 所谓会做人 实际就是战队问题 文革开始之际 黄永胜是广东军区司令员 也少不了被批 在究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狂潮中 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派 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 还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文件 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 黄永胜当然很生气 想来都是他去修理别人 没有被别人修理的经验 斗争经验丰富的他 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低头 而是主动出击 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声向江青喊 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 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 他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当然没有 为啥要江青和中央文革听毛主席的话呢 原因很简单 毛泽东让林彪做接班人 江青和中央文革虽然对林彪很尊重 绝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 那也是日后第三次庐山会议导火索 林彪的悲剧因素之一 黄永胜其实间接向林彪表达忠心 眼中只有林彪 做得如此彻底且不露痕迹 难得不久之后黄永胜达到人生巅峰 成为解放军总参谋长 那可是解放军的核心位置 看看之前的各位前任 徐向前 聂荣真 素玉 黄克成 罗瑞卿 级别分别是元帅和大将 罗瑞卿之后 杨成武待了几天 之后就是黄永胜 也就是说 除了没能转正的杨成武 黄永胜是第一个以上将级别的总参谋长 当时十大元帅九个还在世 罗荣桓去世 十大将军九个在世 陈庚去世 黄永胜能当总参谋长 是因为林彪 林彪看上黄永胜 是因为黄永胜站队精明 黄永胜的精明之处 就在于和江青划清界限 他那是火中取利 取得荣耀 也将带来灾难 至少从当时看 他是成功的 而在当时那种风气之下 他也不可能想太多 因为一步走错 甚至走慢一点 都可能被造反派搞得很难受 许室友就是一个例子 还是毛泽东心腹呢 依然被一群小年轻 从南京追赶到北京 当然黄永胜也是毛泽东的干将 他的名字就是毛泽东改的 他跟毛泽东的时间比林彪还要长很多 正因如此 林彪913出逃时 黄永胜也基本上不知内情 黄永胜有多成功呢 看看那个李毕达事件就知道了 刚建国那会儿 人才气缺 刚毕业的大学生 可不像现在这般臭大街 那时可都是香波波 广州军区政委逃住魔破嘴皮子 才要了一百多个大学生 分配到机关单位 其中就有李毕达 李毕达是个文艺青年 擅长诗书绘画 黄永胜虽然是半个大老粗 就有半吊子大老粗的习惯 喜欢附庸风雅 看上李毕达 有一提醒 李毕达虽然是文艺青年 却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特点 狂热崇拜毛泽东 黄永胜和江青划清界限之后 私下里常常议论一番江青 李毕达在旁边 常常听到那些议论 李毕达觉得 黄永胜如此 这般议论伟大领袖的夫人 似乎不妥 就写信揭发黄永胜 李毕达写了两封信 其中一封信 交给了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 温玉成 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 然后李毕达就光荣地 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那就是黄永胜当年的实力 李毕达的行为固然不怎么样 但是一封检举信 能把自己送进监狱 可见黄永胜走轰到何种程度 原因很简单 林彪需要忠心耿耿的黄永胜 作为他在总参的代言人 正如毛泽东需要林彪在军方代言一样 李毕达还算比较走运的 仅仅在监狱待到九一三事变之后 而且李毕达成了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 只是他那英雄比较尴尬 因为他揭发黄永胜议论将亲干的那些事 事后看起来都是事实 所以李毕达的英雄也比较尴尬 事实往往就是这样尴尬 那么走上人生巅峰的黄永胜又在干嘛呢 具体说也没干啥 如果是林彪站在毛泽东巨大的阴影里 那么黄永胜则是站在林彪的阴影中 和他一起站在那里的还有几个人 多功能的吴法县 如果说黄永胜是会做人的司令 那么吴法县就是能打仗的政委 第五次反围剿 红军整体被动的情况下 红衣军团打了几个漂亮仗 吴法县所在的二团伤亡很重 但他始终冲锋在前 而且没死很幸运 后来每当作战艰苦时 林彪总是让二团顶上去 二团总是能完成任务 林彪对二团青睐有加 使吴法县为虎将 另一个例子是飞夺卢定桥 吴法县和全团一起强行军 按照既定时间抵达 战斗中吴法县率先冲锋 手指被弹片切掉两根 简单包扎后继续冲锋 吴法县表明 政委也可以很猛 吴法县一开始就跟着林彪干 林彪死党 林彪很看好他 虽然四野之中猛将如云 吴法县并不拔家 但一直得到林彪的信任 因为林彪的信任 吴法县才能进入空军系统 最后成为空军司令员 实际上吴法县应该是替补 刘亚楼的替补 四野之中 林彪最看好的人是刘亚楼上将 刘亚楼早逝 萧华没有跟林彪走 吴法县才得以上位 陆海空三军 空军是最后成立的兵种 空军历史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的 共军直到1949年之前 基本上都没有空军 共军闹革命 打江山 主要靠两条腿 所以说共军两条腿能打赢国军 绝对是一个奇迹 公军战争年代没有空军 不代表不重视空军 战争一结束 立马筹建空军 早在开国大典之前 毛泽东就写信给周恩来 要建空军 周恩来立刻动手去搞 结果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 肖华为政委 二位都是四野系统 看看司令和政委的组合 就知道空军是四野的菜 四野原本就是井冈山老底子 又在四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 算是精锐中的精锐 空军虽然是一个新组建的兵种 战争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激动灵活 反应速度快 效率高 应该说从那时候开始 毛泽东就有意扶植林彪 只不过后来朝鲜战争中 打断了那一切 那个路子 直到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再接上 林彪把吴法宪推入空军 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吴法宪一直以来都很可靠 很听林彪的话 政治上没有问题 另一个理由是脾气好 吴法宪在空军的职位是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 后来肖华去了总政 吴法宪就成了空军政委 刘亚楼是典型的军人 作风强势 在空军一言九鼎 脾气比较暴躁 爱骂人 吴法宪提气很好 而且一直是刘亚楼的下棋 对刘亚楼比较尊重 刘亚楼也享受那种尊重 所以二人关系挺好 简直是天生一对 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 政委就劝说一下 对司令不满意的 政委帮忙转达 1965年 刘亚楼病逝 吴法宪随即升级为空军司令员 毫无疑问 也是林彪的力量 因为林彪要把空军抓在手里 没有比吴法宪更为可靠 且听话的人选了 林彪对吴法宪说 空军司令员这个位置 许多人想干 我推荐你干 先不要出去讲 林彪不对吴法宪说这些话 吴法宪也知道 他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的作用 所以吴法宪对林彪有感恩之心 他曾经对自己的老婆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 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 他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吴法宪对林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那是绝对尊重 因为吴法宪本质上还是军人 军人都崇敬战场上的强者 林彪就是那样一种人 吴法宪清楚地记得 井冈山后期还有长征时代 多少次陷入死地 都是依靠林彪走出绝境 所以吴法宪对林彪的崇拜 那是如同滔滔江水啊 正是因为他对林彪的崇拜 才导致对林彪的盲目跟随 在林彪的班底中 吴法宪功能最多 林彪让吴法宪干啥 吴法宪就干啥 比方说罗瑞卿问题上 叶群去告状 那些玩意儿很大一部分是无中生有 但是叶群说 吴法宪可以作证 吴法宪就去作证 不仅作证 还绘声绘色地说 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 早晚要退下来 要放手让罗总掌管军队 刘亚楼都死了 还把刘亚楼拉出来 搞一个死无对证 因为吴法宪的功能 空军成了林彪的私家花园 在那个花园里 有一个小主人叫林力果 吴法宪那一套 很难说是帮林彪 还是坑林彪 事后很多事实表明 如果不是林力果那毛头小子瞎折腾 林彪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 第三次会议之后 林彪危机 需要有人扛炸药包 也是吴法宪出来写检讨 就像一种写检讨 然后再往一双 就像一种写检讨 一种写检讨 一种写检讨 那种写检讨